中资企业长期在台湾大规模的挖角高科技产业人才 而昨天地检署针对这个调查局 针对了八家的科技公司进行搜索 并约谈了58人到案 最新消息是士林地检署有三名的在台负责人 以10万元交保 另外北检也有三人交保 详细的状况我们连线给记者林玉婷 好的 主播给观众带来关心 检调缤分多路持续侦办部分中资企业 长期在台湾高薪挖角高科技产业人才 已经为籍号称我们护国神山的半导体技术 昨天全国同步搜索八家公司 一共约谈58人到案 分别移送五个地检署侦办 其中在台北地检署漏叶复讯后 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检察官今天凌晨预令三人交保 分别是距离成前任和现任董事长以及工程师 另外在士林地检署搜索其中三家公司 并以被告身份约谈四位负责人 其中硅谷树模在台办事处负责人何继阳 讯问后请回 据中心委在台办事处负责人张丰敏 新元在台分公司负责人詹俊才 硅谷树模另一位负责人腾云 都是以十万元交保 针对这起案子检调后续将会扩大追查 好的以上是为你掌握到的讯息 将镜头交还给Pony主播 请不吝点赞订阅